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最近有朋友在问到说 我教的这个Webly的驾站系统 和外面有很多人教的这个Wordpress驾站系统 有什么不一样 那我大概讲几个比较重点的不同 第一个就是你看到这个Webly 这个Webly的驾站软体 它本身提供的是一个完整的后台界面 让你去驾设网站 譬如说你今天 我先开一个新页面 我今天要建立一个新页面 我就要按一个新页面 然后这个新页面就会跳出来 然后它直接让你去选择我要的布局是什么 譬如我选一个布局 然后这个布局我要用这个 布局指的就是你怎么去配置你这个页面的意思 那我觉得这不错好按保留 那你的这个网页就做完了 你只要去点击图片 然后去上传你自己的图片 把原来的图片换掉 然后呢文字呢就点一下文字 然后去key你自己的文字 点一下文字key你自己的文字 那这个图片呢的范围啊 它帮你切割好这个区域大小 你要换的话你就直接按左边右边 你就可以去控制它的这个区域大小 就可以了 那图片你要你要放大缩小 这边 直接这样移动 缩放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webly架网站的好处 那它是一个很完整的架站软体啊 就是你今天可以有好多好多个选单在上面 所以呢你看一下我自己的网站啊 我早期也是其实我也是用wordpress啦 那后来觉得好麻烦啊 我自己都懶得维护wordpress 所以我就改成webly 那第二个好处是它速度蛮快的 所以你看我点一下几乎 不到一秒钟页面就跑出来了 那wordpress的反应速度 我觉得真的有点慢 可能是它太大包了 可能城市太大了吧 那第三个呢是因为呢 webly啊它只要去申请一个账号密码 你就可以先使用免费的方法去架网站 它就类似部落格 类似你去类似 类似皮克邦啊 或者是类似Google部落格一样 你只要去申请一个账号密码就可以用了 所以你不需要去购买虚拟主机 那如果是wordpress呢 像这种wordpress啊 你必须自己去购买虚拟主机 购买虚拟主机也就是一个网络的空间啊 每年要付几千块 然后 购买虚拟主机很正常 重点是你必须去安装 有很多人安装就卡关了 就不会安装 安装完这个wordpress的软体之后呢 你才开始去做后台操作 像这个是安装完的 后台操作就是像这样 比如说我要新增一篇文章 然后呢 你在文章里面 它就有一个HTML的那个编辑页面 比如说我这张 你在这边就可以编辑页面就可以输文字 然后呢上传图片 上传图片 插入图片 那你你可以去缩放图片 但是你没有办法去像刚刚这个weblin 那么方便可以去编辑左边右边的排版配置 上下左右的排版配置在wordpress里面是不行的 除非你去买外挂软体 像我有买这个外挂 那它就可以去四分之一三分之二等等去编辑它的版型 但是老实说还是有点非常麻烦就对了 然后呢去发表一篇文章这样 这个是wordpress的后材还是长这样子 难度比较高 难度比较高 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嘛 买完虚拟主机 第二个安装这个软体 第三个你去新增文章的时候就有一点点难度 所以它的排版方式比较没有像weblin这么简单 但是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外挂很多软体 外挂像我这边都是外挂软体啊 你看都是英文的 因为它外挂软体大部分都是国外在卖的 所以都是英文的没有中文版 那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因为它的外挂软体多 所以它功能就可以无限延伸 但是缺点也是这样子啦 就好像windows你可以安装很多软体 可是你装太多会有什么后果 就是会越来越慢 甚至到后来这个软体跟这个软体冲突 这个都会发生 那还有一个缺点是说 你今天装那么多软体哪天其中一个软体更新了 或者是你的wordpress组成是更新的 你的安装的外挂软体没有更新 那你可能挂点 网站可能会挂点 那软体之间冲突网站也可能挂点 你就自己要去备份啊还原啊 那些都是工程师比较会的工作 如果一般人的话是不会做的 我自己以前被駭客攻击过两三次 所以我常常做那个动作做到很累了 我觉得蛮累的 那有些网路行销老师 他们会跟那个技术比较好的工程师做配合 那但是如果你是刚开始在创业的人 你不可能有工程师跟你配合嘛 因为你要付钱给人家 所以为什么后来我的懒人包 会不去交wordpress的最主要原因 其实我的全部课程里面也有wordpress啊 很久以前我就录好了 可是我后来没有再继续交wordpress 最主要是因为我要推懒人包 因为我这样懒嘛懒人嘛 你目的是想要在网路上做行销 可是你一开始卡关卡在加战系统上面的话呢 我觉得会削减掉你的那个创业的冲劲 而且你的那个付出成本可能会比较高 我不是说这个软体贵哦 我是说付出的时间成本学习成本会很高 因为你要学wordpress不是那么容易 好那后来遇到的维护问题 其实成本更高 就像我以前被駭客攻击过 你不要以为你的网站不红就不会有人攻击哦 我跟你讲 被攻击是因为 骇客他会释出很多软体 然后那些软体呢 会放到很多变成僵尸电脑 然后他会自动去搜寻哪些网站 是wordpress架设的 他就自动去攻击那个网站 他不是特意要攻击你 是因为他们网络程式在跑 找到你然后就攻击你这样 还有一个是升级之后的问题 你要自己去升级这样 好那这个 这个webli跟wordpress 那webli当然不是没缺点嘛 他虽然是简单 但缺点就是没有像 没有办法像wordpress说 你要安装什么外挂 就安装什么外挂 一大堆哦不行 那webli主要的正统目的 就是让你去做个官方网站 里面功能大部分人都都已经符合 符合功能需求 因为他功能真的还蛮多的 如果你有去看 我的那个比较详细介绍的话 或者是你在 在那个 我的那个懒人包系列 这边有个懒人包系列 你来看一下 详细内容这边啊 我这边就有去 底下就有去讲解那个 我在我在交的这个 加账软体啊 会员网站啊 webli本身也已经有会员网站功能 比较高阶的版本就已经内建了 好这个是主要他的不同点啊 那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的话呢 也欢迎你再提出问题哦 那我就再隔天 尽量把那个大家的问题收集一下 然后录成影片 那我就隔天再发八点档 之后再发给你们这样 好那这是我 我主要过去用 Wordpress跟后来改样webli 的一些心得感想啦 那当然如果说你的技术程度很好 或者是你有工程师可以跟你配合 你用Wordpress 没问题啊 你还是可以用Wordpress啊 像这些高手 他们都是用Wordpress架设的啊 好像这部落格 你不要觉得说部落格不好看 可是人家部落格很赚钱啊 他的Wordpress的部落格 一天的流量像这个很有名 这个香肠炒鱿鱼的 那人家一天流量 都有好几万人在看啊 这个网站好几万人在看啊 那他们就会 当然他们就会花比较多成本 去建置这个网站 但是我的目的其实是 希望大家用比较快速的时间去加设自己的网站 而且加一个还也算蛮正式的一个官方网站嘛 所以我会建议你用webli 我会交webli的原因就是 尽量用最快的时间 然后比较安全的方式去加网站 让你主要把你的精神呢 focus专注在那个 你的行销文案 或是你的产品介绍上面 那这个就是今天的 今天的 简单的比较和心得分享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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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